各位同学好 这一节我们要来推导反三角函数的维分 那我们这边主要用到的工具 会是前面刚刚讲过的引维分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是正弦函数的反函数 也就是ArcSign 那这是它的图形 它是一个递增的函数 它的定义域是从负1到正1 然后它的值域是从负的二分之π 到正的二分之π 好,这就是y等于Ox 那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个函数呢 我们说过y等于Ox 意思就是说 Signy等于X 那这里的y就是在正负二分之π之间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利用Signy等于X这个关系 来推导反三角函数的维分 那我们这边要注意 那我们这边要注意Y它是X的函数 所以你要想Y里面是包着X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对这个式子的左右两边同时对X为分 那我们就会得到这个Ox的维分 会等于1除以根号1-X平方这样子 那这是最后的结果 我们来看这是怎么推导的 好,那我们看哦 Signy等于X 意思就是Y等于Ox 这是弱且为弱的 两个是等价的 那我们已经讲过 你要把这个Y想成 是里面包着X 所以我们左右两边同时对X为分 好,这Y里面是包着X这个自变数的哦 那我们知道 好,等式的右边 X对X的维分就是1 那左手边Sign的维分是cos 然后呢 这是一个合成函数的概念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Y里面的X再维分一次 所以根据Chain rule 这边要乘上Y对X的维分 那我们要求的这个Ox的维分 就是这个Y对X的维分 好,因为现在Y就是Ox 所以呢 一项之后 我们得到Y对X的维分 就是等于cosY分之1 那cosY 我们知道是根号1-Sign平方Y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Sign平方Y 就是我们的这个X的平方 所以Y对X的维分 就是1除以根号1-X平方 那这边我们就是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边开根号的时候 为什么只取正根呢 开根号本来应该会有正负两个根 为什么这边我们只取正根 我们从这个Ox的图形 刚刚讲过 它是递增函数 那递增函数 它的这个斜率都是正的 所以从图形上 我们很快的可以知道 这边Ox的维分 要取正根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手法 推导其他反三角函数的维分 比如说现在这个是Tangent的反函数 也就是Arctangent 好那这是Arctangent的图形 那它也是从左到右慢慢升高 所以它也是一个递增的函数 那它的定义域 X的范围 是从负无穷大到正无穷大 也就是整条实数线 那它的值域 就是从负的二分之π 到正的二分之π 这个中间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理解Arctangent这个函数呢 那我们说过 你就是把它想成 Tangent y等于X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 这个Arctangent的维分 就是1除以1加X平方 好那这是怎么推导出来的呢 我们还是一样用这个引维分的手法 好那注意哦 Y等于Arctangent X 意思就是相当于 好弱且为弱 Tangent y等于X这样子 那各位同学要想象 这个Y里面是包着X的 因为这边Y等于Arctangent X 所以左边的这个Y里面是有X的哦 那我们就可以左右两边同时对X为分 好那跟前面很类似 等式的右边X的为分就是1 那左边呢 Tangent y的为分 好我们知道是second平方 那接下来根据Chain rule 这个Y里面包着X 所以我们还要乘上Y对X的为分 好这是Chain rule告诉我们的 这个部分要记得 那Y就是Arctangent X 所以这个蓝色的部分 就是我们要求的Arctangent的为分 所以我们把这个second平方除过去 那就得到Y对X的为分是等于1除以second平方 那我们知道second平方的话是1加tangent平方嘛 那现在tangent y是X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Arctangent X的为分 就是1除以1加X平方 最后我们来看Arctangent的为分 那我们知道如果Y等于Arctangent X的话 那弱且为弱 意思就是secondY等于X 那我们要注意这边的Y 它的范围是0到2分之π 或者是2分之π到π之间 有这两个分开的区间 好那我们一样利用引为分的手法 因为这是一个横等式 所以我们左右两边同时对X为分 那我们要注意这里的Y是Arctangent X 所以里面是有包着X的 那为分之后 second的部分 为分就是变成secondY乘上tangent Y 然后再根据Chain Rule 乘上Y对X的为分 那等号的右边 X对X的为分就是等于1 那我们要算的是Y对X的为分 这个蓝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把它其他的项除到右手边 那我们先来看 已知secondY是等于X 那根据平方关系 Tangent平方等于second平方减1 所以Tangent Y就会等于正负根号X平方减1 那现在请问 那现在请问 secondY乘上tangent Y会是多少呢 我们利用下面的图来说明 好上面这个是secondY的图形 下面是tangent Y的图形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在0到2分之π之间 secondY跟tangent Y都是正的 所以它们乘起来也是正的 接下来我们看2分之π到π之间这段 secondY是负的 tangent Y也是负的 所以两个乘起来之后还是正的 所以我们知道 结论就是secondY乘上tangent Y永远都是正的 所以我们要在X这边加个绝对值 然后再乘上正的根号X平方减1 好所以现在我们就是把secondY乘上tangent Y 写成X的绝对值乘上根号X平方减1 然后再除到右手边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secondY的微分 就是1除以这个X绝对值 还有这个根号X平方减1这样